1 2 3 4 5 马上出锅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然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总值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菜 今天分享一个我们前两天 刚和大家分享过猪肉丝的腌制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个 就是我们粤菜厨师烤鸡的一个菜 银鸭炒肉丝 银鸭炒肉丝 其实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要功夫的菜 那猪肉丝 这个猪肉丝是我们提前已经腌好了 和大家分享过腌制方法 我们会放到链接 然后还有银鸭 这个是我们绿豆芽 买的绿豆芽 把前后尖都给它去掉 就是要这种状态 其实这个并不是完美的银鸭 银鸭应该找到一种更粗壮的 但是我们去试试 他说你要银鸭得预定 那我们没有预定 只能买了绿豆芽自己炸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青椒红椒 然后我们把字都给去掉了 这个姜 这个呢 这三个呢 其实起颜色点缀 姜呢 就增加一点风味 待会我们给它切完丝 我们就开始烹炒 那这样是感觉 我这个切这个青红椒丝 是不是 看小心翼翼 对不对 就是这种状态 不用多啊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点缀 这个丝呢 也不能特别的细啊 稍微的 粗一点 不用多 就是这点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姜丝啊 其实这个姜丝也是可放可不放 其实放姜丝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大胆的一个事 为什么 因为相对来说爆炒 我们这个姜丝也是容易糊的 但是为了我们更加好吃 我们就放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个姜丝和青红椒丝就是这种状态啊 那我们在滑油之前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啊 其实这个料汁呢 跟我们青炒蔬菜差不太多 原则上的比青炒蔬菜的那个芡汁啊 稍微的浓郁一点 因为我们有肉类 那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口味喜好 来 我们放一点点盐啊 这个盐大概在四分之一勺 然后这糖一点点就够 这是提鲜的 还有我们味精 大概在六分之一勺左右 最关键的呢 这个菜呢 我们来来一点点生粉和玉米淀粉 我觉得全都可以啊 我们放的是生粉 生粉也是在五分之一勺左右 这个呢 就是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偷芡的菜 其实无所谓偷不偷芡啊 来 那我们再加入一点水啊 这个芡汁就是我们 在炒这个银鸭肉丝的时候 最后要烹入的 你看有的人呢 也喜欢就是这一步的时候 把料酒也放进去 这个料酒呢 我们待会直接下就行了 调完这个芡汁我们尝一下去 完美 好 那我们一切准备工作就细 我们马上开始烹炒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烹炒啊 我说了这个是 啊 粤菜烤厨师烤鸡的菜啊 而且 这个银鸭汉肉丝是指定菜 啊 我们当时烤的呢 是一个 除了冷拼之外 啊 有一个指定菜 两个自选菜 啊 两个自选菜里边自己再挑一个 那当时我烤的是 我记着啊 好像是 啊 姜葱菊龙虾之类的 啊 忘了时间太久远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烧煤呢 烧煤的炉子 然后烤的时候是冬天 骑着三车车 搬着砧板锅碗瓢盆 包括油圆酱 都得自己带 哎 那炒这个很可能翻车啊 其实这个菜真的不容易 啊 我们要一定要先制一下锅 炒锅之后呢 然后我们凉油啊 凉油这个油稍微的多一点 我们来划一下油 嗯 我们先划猪肉丝 划这个猪肉丝呢 其实油温大概在四成左右 来我们把这个猪肉丝放进来啊 放进来 先不用动它 稍微的一定行 来我们再给它打散 来宣传师感觉一下 划到什么程度 这个肉丝稍微一变白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迅速把肉丝捞起来 好 来宣传师感觉一下 我们这个肉丝放在这儿 你看就是蒸发的 非常的完美 是不是 是 来 那我们这个 这个油锅 让它再稍微的升一下温 前提啊 我们这个银芽 我们要冲洗干净 把水给控干啊 这个油温呢 稍微的相对来说高一点 大概在六成左右 好 现在我们把银芽放入 我们把银芽放入 滑一下油 迅速关火 把银芽倒出 好 那我们加一点点凉油 来 这个是素烹菜啊 这个是素烹菜啊 我们先把姜丝放入 姜丝放入之后 我们马上放入肉丝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烹一点点料酒 来 因为银芽我们已经滑过油了 现在把银芽倒入 大火快速翻炒 好 我们把我们的青红椒丝放进 一二三四五 我们的馅汁 这个勾叠馅的时候 火稍微关小一点啊 好 一二三四五 马上出锅 来 来 盛世感觉我们这个菜怎么样 太烤烤了 烤鸡啊 真的是烤鸡 来 盛世 我们今天这个 我当年烤鸡的一个菜 银芽炒肉丝 我们先尝一下 来 来一个猪肉丝 非常的滑嫩 银芽 脆爽 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的菜非常成功 你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 大家觉得 给我们点意见和建议啊 好 那今天我们的银芽炒肉丝成功了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您爱的人坐下来吧 喜欢我们 别忘了给我们点的观众 一切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来 一二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还原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马上要过春节了啊 现在想想春节佳宴我们要吃什么的 很长时间我们也没有分享凉菜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非常美味的 抢拌花椒芽 好那我们其实食材啊 这道菜呢 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 可能是我们最近食堂最短的一期啊 这个花椒芽 来先吃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椒芽 虽然说是现在啊 呦 能闻到这个味儿吗 这个花椒芽的这个花椒味 哎呀我找了很久 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花椒芽的 这个是我们是冷冻的 它的嫩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鲜度 就是所先的这个程度真是非常好的 花椒芽是每年的就是四月下旬 就是可能刚刚上市啊 那个时候就是鲜的花椒芽 可能会更美味一点 就是我们来呛拌啊 或者是炒鸡蛋炸什么全都行啊 那现在这个季节那我没有那怎么办 有这个就给大家找到了啊 特别棒想不想要想要 除业加味啊 好那我们其他的就是蒜和干辣椒 其实我们在呛拌菜的时候呢 除了这两样调味料之外 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放点这个花椒 来刺个油 那今天我们有好的这个花椒芽 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椒给省去了啊 好那食材就是这样 花椒芽就基本上就是这种大装的啊 大装呢是冷冻的拆开之后 其实它就是这种状态啊 原则上呢 其实都不用再加工 就是给它冲洗干净 把那水给挤出来就可以了啊 如果要是鲜的 那我们肯定是要焯一下水 焯水时间大概在15秒左右 那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呢 我们也焯一下水吧 我们就给它焯10秒 那我们把炒锅做上水 趁着做水的时间来我们加工一下这个啊 这个干辣椒 来我们把它给剪一下 来就是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辣椒的这个籽给它清出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那我们还有什么蒜 我们也清洗干净了啊 我是比较喜欢吃蒜的 所以蒜的量要多一点 来我们给它拍一下 然后给它剁成蒜末 这个蒜的大一点小一点也没有所谓啊 好基本上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水已经开了 水开了之后 来我们把花椒盐放进来 现在这一步什么都不用放啊 什么油啊盐啊什么都不用放 哇这花椒味太浓了是不是 如果要是鲜的我们就给它焯15秒 现在我们这种冷冻的清洗干净之后 10秒就可以了 来我们现在关火 焯完水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 马上给它放到冰水里过凉 我们这一袋呢是220克啊 220克其实我觉得刚刚好拌一个凉菜 焯水时间千万不要长啊 要长了它就老掉了 好那现在我们把它炒过来的水倒掉 马上回来 好那现在我们调一个凉拌汁 凉拌汁里都有什么 先来一点生抽啊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花椒芽的量啊 以我的经验来一勺 两勺 两勺 生抽 然后这醋我们来放一勺啊 来我们点一点点盐啊 好那我们再来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这是根据自己的量啊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一点点香油 香油大概来半勺左右了 好来我们现在调和一下尝一下这个味道 哇 生生你猜怎么着 好像忘了放糖了 糖呢就是提鲜啊 糖其实一点点就够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味啊 现在这个都是按照我的口味来的 我觉得刚刚好啊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味道不够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再放一点鸡粉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不用放了 这个花椒芽哇给你拿上来 来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挤干净啊 挤得越干也好 来我们现在放在一个盆里面 再把它给抖散的过程中 你看这个花椒芽的味道能闻到吗 可以 接下来这一步来我们把蒜放在这个上面啊 把干辣椒也放在这里 好炒锅开火烧热啊 现在我们要烧热油 热油我们要撕一下这个蒜和干辣椒 好现在炒锅一定要烧热啊 烧的热一点来 我们倒植物油啊 这个油稍微的多一点点 我们现在把这个火也关掉 来我们现在要吃一点油啊 你注意安全啊 一二三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火是关掉的啊 我们再放一勺醋 这个醋是熟醋 我们直接把醋倒里面 熟醋倒里面之后 好来感觉一下 我们把刚才我们调和的汁 我们的汁里边也有醋 我们现在还放熟醋 这个复合的香味是更加浓郁啊 好 现在我们把汁全都倒进去之后 来我们拌一下 哇太香了是不是 现在除了这个花椒盐自身的这个花椒的这个香味 然后现在哇 干辣椒的香 这蒜的香 哇我们还有香油 来就是这种状态来我们尝一个啊 哇 真是绝了啊 现在真的来点酒 如果要是在加烟的餐桌上 这个作为凉菜 绝对没毛病啊 而且是回味无穷 来现在我们摆一个盘 就是这种状态 来让它自然的垂落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干辣椒 可以放在上面给它点缀一下 这个一袋是220克啊 真是刚刚好 这个要是在餐厅哎 真的是可以上菜了啊 好那我们今天反季节的一个菜 花椒盐是它应激的时候采摘完了之后 然后它用这个工艺速冻 然后成现在你看 真的是非常棒啊 那今天我们这个凉拌或者是叫呛拌 花椒盐成功了 你已经学会了吗 学会了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 想要不想要想要怎么办 除业也加位啊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一键三连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明天见拜拜